经过十多年的拖延,美国加州价值773亿美元的高铁项目,被正式取消。这个决定使许多美国人失望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此事在推特上大发脾气,斥责整个项目,就是一场灾难。 加州的高速铁路项目始于2008年,当时的州长施瓦辛格政府,提出了一个横跨加州南北的高速铁路项目。加州民众批准将当年100亿美元的债券收益用作资金,然后2010年奥巴马总统将3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分配给加州,用于修建高速铁路。 然而,由于一系列融资、成本和征币问题,开工仪式一直推迟到2015年举行并开始施工,但在2019年2月又被取消,可谓是命运多舛。 布朗州长于2011年上任,并计划加快高速铁路的建设。 2013年和2017年,时任加州州长的布朗,一直在推动高速铁路项目的建设,曾两次访问中国,并已登上中国的高铁学习经验,对中国的高铁表示赞赏。 10年后,中国已建成2万多公里的高铁,美国高铁就搞了这么长一小段,偏偏还黄了。 1996年,加州高铁管理局成立。2008年加利福尼亚的高铁战券,发行在全民公决中得到批准。 预计,就金山洛杉矶阿纳海姆的主线成本,约为330亿美元。 2015年,加州高速铁路局,正式举行了电机仪式。 2016年,加州政府启动了新一轮高铁成本评估,成本上升至640亿美元,开通时间推迟至2029年。 2018,加利福尼亚高速铁路管理局宣布,就金山洛杉矶高铁的预算,飙升至770亿美元,项目期限再次推迟至2033年,预算将在未来再次增加。 但事实上,这项耗资770亿美元的高速铁路项目,从一开始,就受到了众多问题困扰,这让加州政府感到难堪。 与美国高铁的困难相比,中国高铁的速度和规模是世界第一,十年来,已建成2万公里规模。 中国高铁技术成熟,已通过1000多项高铁领域的技术专利认证,据世界领先地位。 中国的高速铁路,一项以其速度者称。 从北京到上海,1318公里,只需4个多小时。 世界上许多潜危的铁路网站、期刊和媒体都把中国的高铁列为世界轨道交通工具速度前三位。 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中国速度的代名词,同时引领世界。 16年前,中国高速列车的最高时速,只有160公里。 中国的高铁从每小时160公里,上升到每小时350公里,花了十年时间。 据统计,2016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.2万公里,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65%以上,外国人称中国为基建狂魔。 2019年中国高铁总理程将超过3万公里。 不仅如此,中国的高铁还成功地赢得了土耳其、沙特阿拉伯、俄罗斯、摩洛哥、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的订单,给世界各地的人民带来了无限的便利和希望。 因此,中国的高铁不仅实现了,从追赶者到名跑者的角色转变,而且更是走向世界的一张炫目的中国名片。 美国为何建不成高铁? 外媒,政客争吵把项目拖成了烂尾,加州高铁项目始于2008年,是美国第一条高铁规划。 然而十多年来,围绕着这条高铁,一直争议不断,政客们更是把这一工程,作为争取选票,或打击对手的工具,无休止的争吵,导致项目预算,和时间大大超标,被称为绿色灾难。 洛杉矶时报感慨,在这十年间,中国兴建了2万多公里的高铁,伍兹别克斯坦都完工了一条高铁。 许多美国网友则抱怨,正是政客们的争吵,令美国最近十几年来一事无成。 2008年,时任州长施瓦辛格在任时期正式提出加州高铁项目,高铁由洛杉矶到旧金山,将美国西部两个最大城市连接起来,将原来乘坐火车,需要至少9个小时的时间,减短到两个半小时。 加州选民当年特意为此通过了一个100亿美元的债券计划,为这个铁路系统筹资。 在施瓦辛格之后,修建加州高铁,更是继任的民主党州长布朗,在竞选时的重要承诺。 布朗访问中国时,专门搭乘高铁从南京到北京。 修建高铁,也是当时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吸引选民的重要承诺。 2009年4月,奥巴马在演说中,曾畅谈横贯美国的高铁干线蓝图。 2010年,在年度国情资文发表后的次日,奥巴马又在群众集会上宣布,美国将修建多达13条的高铁线路,其中联邦政府将在未来5年内,每年拿出10亿美元,作为计划的启动资金。 2011年1月,他更在国情资文演说中雄心勃勃地表示,美国未来闪亮的高铁子弹头列车,将以320公里以上,时速在城市间奔驰,未来25年里,我们的目标是让80%的美国人坐上高铁。 然而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无感。 这些高铁计划从提出的第一天起,就陷入了各种激烈的争论中。 有学者分析,美国大多数地区地广人稀,大城市之间相距遥远且中间缺乏人口密集点,不利于高铁发挥效益。 是以发展高铁的,金线于东北走廊,加州就金山洛杉矶之间等少数地区。 不过,德国焦点周刊20日断延,美国已经无法建成高铁。 报道称,美国是技术超级大国,而加州又是以高科技人名的人口密集的大州,著名的硅谷就位于加州。 加州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线路,可说是美国最适合兴建高铁的区间,那为什么美国至今仍没有高铁线路? 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,至2018年底,高铁营业里程超过2.9万公里,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。 显然,这不是因为美国没有技术,而是美国政客在高铁项目上的争论,以及管理上问题,把高铁拖成了烂尾。 比如,加州高铁项目在2008年估算建设成本,只有330亿美元,但拖到2018年,估算成本已经上涨到773亿美元。 除了两党的争吵,许多政客和组织,还企图向高铁计划塞私货,如民主党人要求100%使用可再生能源,共和党人在特朗普上台后,又要求美国优先,称高铁应使用美国的技术和设备,更抬高了成本。 在这些争论声中,奥巴马还没下台,佛罗利达,俄亥俄,威斯康星等州,均取消高铁计划,退回联邦化波资金。 加州州长纽森2月12日在演讲中感慨称,我对布朗州长和施瓦辛格州长的雄心壮志只有敬意。 现在,从萨克拉门托到圣地亚哥根本没有路,更不用说从旧金山到洛杉矶了。 放弃高铁不仅对加州,而且对美国来说,都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。 洛杉矶时报称,如果单按经济总量算,加州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,同时也是世界的创新中心,但是加州坦白地说是美国却一直修建不了现代化的高速铁路系统。 而与此同时,从欧洲到中国和日本,修建了一条条的高铁线路,甚至连乌兹别克斯坦,都完工了一条高速铁路。 西方的烂北工程,德国新闻电视台20日称,作为美国最富有的加州,十年了,仍没有建成这条象征性的高铁线路。 而在十年中,中国却成为世界第一大高铁强国。实际上,德国本来计划在2012年启用的玻璃新机场,到2020年都无法保证正式启用,而中国在同一时间已新建了几十座机场。 首都新机场也快竣工了。 报道认为,数十年来,党派之争令西方国家越来越难以完成需要各方合作和共同努力,才能完成的重大工程。 宣布放弃加州高铁,美国修条高铁咋这么难? 2月12日,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加恩纽瑟姆宣布,将放弃自2008年以来,就在推动,被不少加州人,称作加州梦想的旧金山洛杉矶高铁,转而落实从贝克斯菲尔德到莫塞德的区间高铁。 这意味着,等了十一年的加州高铁,就此梦遂。 旧金山洛杉矶高铁,连接加州南北两大都市,设计里程520英里,列车时速220英里。 而贝克斯菲尔德至莫塞德区间全长仅119英里,约和177公里,所连通的乃是加州中部农业山谷地区,两个相对不重要的城市,可以说,完全体现不出高铁的价值。 当地有媒体讽刺,这下鸵鸟变了安纯。 加州高铁,面对的现实是什么? 人们曾对加州高铁寄托厚望,和别的桌布一样,加州高铁在很大程度上,摆脱了党争的影响。 2008年最初被提出时,倡导者是共和党籍的州长,前好莱坞硬汉影星施瓦辛格,而如今执政的纽瑟姆则是民主党人,争议巨大的北美高铁计划的发起人,是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。 尽管现任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反对高铁,但纽瑟姆可是出了敏感和特朗普顶牛的人,这似乎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叫停或缩水的项目。 然而,这样一条高铁,还是鸵鸟变安蠢,且丝毫不出乎加州,乃至美国人的意料是时尚州长大人去年12月就发话,让我们面对现实了。 那么,这个现实是什么? 首先是钱根本不够,即便按照最初的预算,就金山洛杉矶高铁,也要花320亿美元,于2029年修完。 而2015年被披露出的修改后预算显示,需要的建设资金膨胀到770亿美元,竣工日期则推后到2033年。 但,迄今加州方面已确定落实到手的资金,只有区区307亿美元,还不到所需资金的一半。 另外是,很多工作根本就没做完或干脆没做,即便已经开工的那段,俗称,山谷到山谷区间的高铁,也仍然有很多段路线埋伏着很多迄今并未解决的问题。 如环平地雷、钉子户和洞迁纠纷等,这不仅让工程举步维艰,也将进一步抬高建造成本。 纽瑟姆之所以还咬牙接着完那只安纯,只是因为不得不挽他早已奠基开工,扔下去的钱,又没办法收回。 一旦连安纯也掐死,特朗普可是要堵着门追回联邦波部的那35亿支持款的。